我出完會寫 那我今天在講的是 pattern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第六檔 Hanom Mesos 好歹 寫起來這樣 不要啊 為什麼 為什麼被寫掉 蛤 哪還被寫掉 就是這樣子為自己寫掉 你那個 寫條條跟他一樣 輸出幾度一樣 輸出幾度 輸出幾度 先把它暫停 這樣 cernal methods 對 然後是by shot pattern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然後 cernal function 它其實 它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個精神的說 因為其實我們 有些data是不能linear separable 就像這張圖 這張圖是從那個 Python data book Data size Handbook裡面解出來的 那你其實不能用linear來分它 有一個想法是說 那我們現在的 的話我們把它 project into higher dimension 對 就像把它變成高尾的 dimension 來做就可以了 對 那 一個想法就是說 OK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 non-linear feature space mapping 的這個 phi x 對 那這個phi x 的話它其實就是 non-linear 就是非線性的一個 函式 對 那我們就把 原本的x 然後帶入這個phi x 然後它就是 non-linear 就是非線性的 然後就可以 完整的描述 那cernal的話就是 它其實就更進階的 去做這件事情 它就用每一個data data點 當作一個center 就是中心 然後去 找到每一個點跟每 就是 點跟點之間的那個關係 然後最後把它撐起來 kernal就是記憶度做這件事情 然後它就是把它 所以你看到kernal的式子 其實它應該都應該可以寫成 就是phi x transverse 再成一個phi x 這樣子 對 那這個x跟xpran 它其實就是 每一個data點 然後它一個data點 就是一個vector 所以它就是有 很多的vector 然後帶入那個 non-linear的這個phi x 然後再成為另外一個 phi x pran 那這個xpran 其實也是可以 可以是相同的data點 對 所以它就是 出來就是一個 correlation的一個matrix 對 我這樣講可能會太複雜 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所以你該從x跟xpran 可以是同的data set 可以 可以是同的data set 它是不同的點 對 也 對 裡面會有 就是像什麼啦 比如說x 就是會有什麼 嗯 就是會有什麼 第一個解 第二個解 第三個解 第四個解 然後x可以帶入第一個解 第四個解 然後xpran也可以帶入第一個解 第三個解 第四個解 所以它其實都是一個 matrix 跟matrix 對 對 這兩個都是matrix 然後再會整起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然後最簡單的 kernal function的話 其實就是 假設說我們的 現在就不是linear 就是linear的啦 就像這樣子 所以介紹一下kernal function 就是x 就是xpran 這樣 這是最簡單的 對 然後 我 這邊其實都幫大家打 我們現在幹嘛 對 然後其實 kernal最常用的是 把kernal放進去 super s vm裡面 然後它會讓svm原本是linear的 它只可以handle linear的 然後變成說 它可以handle 配線性的 然後 而且非常的強力 對 你只要用 而且svm它有個特點 就是說你只要 你的supporter vector不用太多 你就可以建立很好的分類器 或者是回歸器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ok 那我這邊 nonlinear的不用太固定 那我其實也可以 就是建構出夠大的 matrix 就是kernal可以建構出夠大的 matrix 然後它可以直接丟到svm裡面 然後這個叫做kernal svm 那下一張 第七張應該有 對 第七張應該有 會講kernal svm 然後一樣 kernal checker可以把它放到pca裡面 就變成kernal bca 那pca原本也是只能做linear 就是線性的 那你把kernal放進去的話 它就變kernal pca 它一樣可以handle配線性的東西 對 然後kernal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就是 對 然後kernal就是 一個叫stationary kernel 這是有點數學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用太計較 所以它就是invariant to translation 就是如果它平移 就是它的那個 座標有點平移的話 那s跟splan 因為我們是取距離 這樣子 所以它平移的話 平移也會不變性 所以就變成stationary kernel 對 這是有點數學 然後homogeneous kernel的話 就是 或者是我們稱為radio basis function 其實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 radio basis function 這個名詞 就是大家應該會講到rb 對 那它其實的話就是 它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函數 跟它s跟splan的距離有關 對 就是kernal function 然後 然後它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說 它希望每個basis function 就是建立在每個training dataset的 就是它希望 一個basis function 就建立在一個training dataset 一個training dataset 講錯了 一個training dataset 裡面 對 所以其實你在做的 喔 這個kernal function 我沒寫出來 因為它是name 把它放進去 對 那這樣子做的做法 就是說它會讓 假設我有大N的 大N的這個datapoint點 就是 就是訓練的點 然後它 你就可以建構出一個 就是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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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 N 就是NN為的 就是有一個二維嘛 二維它只有 就是 它matrix 是N乘以N 的 矩陣 那這個矩陣非常大 那這個矩陣 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 這就是它最基本的精神 課通方學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 那個 一開始講 Dual Representation 就是 雙重表示 對 然後 對 然後本身 背景比較物理器 所以其實很多數學 我都不會 就跳過 我都會把它 講 對 然後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先提到 以前有提過的那個 線性回歸的方法 那線性回歸的方法 那線性回歸的方法以後 然後 替換成我們的basis function 那這basis function的話 它其實是非線型的 然後再填加我們的target target是tn 對 然後乘以一個 weight weight w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在做 這個n的話 小n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的 就是訓練的個數嘛 所以從1乘到大n 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加一個那個 regulation regulation regulizer regulizer 在後面 在l2的 regulizer regulization 在這邊 那 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error function 一樣我們解它的時候就是 解它的時候就是 我們就是 把它微分 對w微分 然後是等於0的時候 但是它是解的嘛 就是它的error最小 那這個error最小的時候 我們w會是像這樣子 就把它解開來 對 然後最後面是像這樣子 對 那這個an的話 這個等於 就 w等於這個東西嘛 那這個 可以把它化解成為an 然後phi xn 這樣子 那an的話就會變成 負爛1 w5xn tn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 寫成 就是 矩陣的 就是phi 大phi 然後成一個大a 這樣子 ok 然後再把這個w 然後帶入原本的error function 然後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a 5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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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t change of t 然後再加上 2分之chin 5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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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用一個新的名詞叫做 Grammatrix 然後來替代它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精華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它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N...N...N...NXN的一個... 因為它是... 這個東西嘛... N...Phi在哪裡? Phi在這邊...Phi它是那個嘛 phiXn就是要把每一個dataport拿進來 把它位好 所以它就是一個對稱的矩陣 然後你可以把它寫成 ksn是phiXn的transfer乘以phiXn 這是它的每一個element 現在應該還好 就是有點notation太多了 notation太多 所以forifact其實就是用kno function 把chain data point的方式轉進去 對,你就把chain data point直接全部代入 這個sn就是一個chain data point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 對 當然你可以是同一個 這就是對角線 對角線是同一個 然後其他 不是對角線 而我帶一個那種 就是你對應到每一個 就是對應到每一個那個 data point的頸 對 就是training data point 就是訓練 訓練集 題外的話 那個grammatrix 也應用在那個style transfer 就是畫像的特殊風格 它也是用這種grammatrix 在做的 因為它代表就是feature的相似度 對對對 correlation 以前那時候是在叫做 因為沒有style 一樣它用這個當作相似度的major 對 對 其實你後來想想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它的 解的correlation 對 它的那個 講錯 應該是說 它每一個training data point 然後 代入它的basis 放學以後 然後它的 口給就 所以就是剛剛的那個 error function 然後 把最後開寫成這樣子 對對 k k 好像比較簡單 也沒有 對 然後再做一次 微分 然後 再對w 再做一次微分 然後 然後再把它 等於例外 然後去-a 那a 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對 對 好 那最後面 我們再把那個 我們這段話 沒有把那個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放進來 那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w 然後乘以5x 然後把a 帶進來 然後 這個什麼 該代的全部帶進來 然後就是會變成說 就是最後解法 最後的解 最後的解 就位是k的transverse 然後乘以大k 然後加lanca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單位像那樣 不是單位矩正 然後它的 它的 everse 然後再乘以一個t 那這邊的話 它就是 欸 這個 kt 喔 sorry 這個我忘了把這個 就是 這個應該出題 應該吧 欸 出題嗎 對 這是出題 這個ks 的話 就是它那個 這個ks是出題 所以它是一個向量 然後向量的話 它其實就是 它裡面的每個 就是 元素的話 會是 kernel function 然後xn 然後乘以x 對 對 然後 這個k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grimation 然後這個t的話 就是那個 那個t 就是 那個 目標 就是我們的頸 training training data set的頸 對 然後所以這個formula 就是稱為那個 dual formation 對 就是這個 對 那 這個值 讓大家看一看 說 我們可以用 kernel function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來去解 我們的 linear regression with basis function 對 那這basis function 可以是 就是這個file 那這個file 可以是 飛行星的 對 然後 這邊要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k 是 我們這個 grain message 然後它是 n乘n的 大小 然後 然後 它可以 你有這個k 大k 然後就可以 決定你的a 這樣子 那我們在決定 原本的 原本的 就是我們原本的 不對 講錯 在這邊 我們原本這個w啊 後面改寫成a嘛 對不對 那我決定這個w的時候 其實它是 這個w它其實會 就是 其實只有用幾個 這個 大按的話 是有幾個 這個basis function 對 這個其實也是 很多basis function 的summation 對 那其實 這個basis function 其實也是lank 然後 它其實 它只有用 大按成大按的matrix 然後這個大按是 no.basis function 這樣子 對 那 所以說我們的 大A其實 比較容易決定 因為它是 大N乘大N 對 大N乘大N 然後這個是 大N乘大N 然後這個N 其實 大於這個N 很多很多 對 因為你有很多data 但是你basis function 可能只有幾個 你basis function 可能用10個 或20個 但是你的training data 可能有一半個 對 所以它 它說 副本上說 就是 因為這個 大K 這個Gramatrix 它的 支架量 含量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容易決定 這個A 這樣 對 然後就是 你如果看齊圈天的話 其實會比較清楚 就是 它裡面 這是SVN裡面的東西 SVN它裡面 它其實就是 替換成那個Kerno 那那個Kerno 它裡面 其實就是 比如說你每個解 是S1的解 然後它就是 我只要讓大家看 那個K到的是什麼 對 它就是Phi S1 Phi S1 然後 這是對角線的嘛 Phi S2 Phi S2 Phi S2 Phi S3 然後不是對角線 就是Phi S1 Phi S2 這樣子 然後把它堆起來 對 然後它其實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個 就是 G1 G2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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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mh 是 hlp 這些 它自然會不會形成 沒錯,因為你如果等下 point 是一樣的話 它自然就會形成這樣 對,講錯了 好,然後到 6.2 我們還不是沒有說 kernel 到底是什麼 就是前面一直在講說 我們有 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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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basic function 就是有這個 kernel 我們就直接代入一個 k 這個 k 我不知道是什麼 function 都不知道它是什麼函數 對啊,那我們現在要開始講 我們要怎麼樣 進行我們的 就是函式的函數 對 那函式的函數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它基本定義 應該是要可以 兩個 file 層起來 這樣子 那兩個 file 要同樣的函數 這兩個 file 是同樣的函數 對 那裡面 data code 也就是會不一樣 這樣子 你可以放很多對照 code 對 但可以同樣的 set 也可以不同的 set 但大部分都是放同樣的 set 對 然後第一個例子就是 我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 xs-frame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xs-frame 這是平方 這是平方 這是平方嘛 那平方的話 其實你要把它拆成原本這個樣子 所以它這邊就算給你看 假設說 然後s的這個像 這個其實也是 有 這個其實也是要 這個 像這樣 我自己要弄 有點太懶惰 那其實就是 s-frame 跟 z-frame 如果它是二維的話 它就拆給你看 但其實多維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自己拆 反正就是 s-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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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 就是乘出來像這樣 然後再把它做分解 然後就可以把它 分解成另外兩個相量 然後它 一邊 這個相量就只有 x 然後這個方向就只有 z 對 然後就可以把它寫成 5s-5z 對 而且這兩個完全形式一模一樣 對 那這就是一個很好的 那個 Basis Function 的一個 呃 講錯了 就是 就是一個很好的 Curnal Function 的一個 那個反例在這邊 對 所以 有效的Curnal Function 其實就是 它可以 把它再構成 兩個Basis Function 的成績 對 當然你可以前面加廠數啊 後面再加廠數也沒有關係 對 然後它就是 基本上它中心 一定是這個懸念 就是 5x×x x 然後其實我 有點 討厭這個大弦的書 它有說 它這邊就是 z 這邊又是 z 這件事的朋友就是 他懂得行為飛來飛去我覺得 不太好 然後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就是圖6.1 如果你是看PDF的話 玩意上PDF的話其實是錯的 就是你要看課本 或者是你去找他那個 feature 你會發現他是錯的 對 就是這個是正確的 然後他如果是錯的話 你會看到他就是 他有點像 像TOS這樣 對 他這邊是錯的 他這邊在講什麼 他這邊在講說上面 如果我們的Basic Function是Polynomial 或是高旋或是Sigmoid的話 他這個其實就是 他這邊Polynomial 就是比如說這是一維 然後再加上二維 再加上三維 一次再加上二次再加上三次 再加上四次再加上五次就五六七八 這樣子 所以全部加起來以後 呃 這個Basic Function 其實是可以加起來的啊 就是 比如說一次就是X乘以X 二次就是X平方加X平方 X平方 所以X平方乘以X平方 X平方 X平方 X三次方乘以X平方 X三次方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把它全部加起來 對 加起來是OK的 另外就沒有問題 對 對 那他最後面的結果啊 如果說X平方 我自己也有標X平方 那X平方如果是在 打空點這個地方 例如說這個是-0.4 -0.5好了 那這個橫軸是 這個橫軸其實是X啦 然後X平方是-0.5的話 那這個X對到的 Cernal Function 就是像這個樣子 對 那課本上就是 那課本上就是 課本上他的圖寫什麼X平方等一例 那X平方等一例 那X平方等一例 基本上全部都等一例 就完全不用做 所以他的圖是錯的 就是你如果去看PDF裡面的話 對 他的圖就是畫錯了 就是要注意一點 對 然後我自己沒有畫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在這邊就卡很久 因為我看PDF 就覺得PDF 怪怪的 然後後面看到課本 就對了 課本是對的 然後我去再找一下 好 然後他有另外的 Kernel的 Constration的方法 對 比如說像 Kernel再乘一個常數 或者說Kernel再乘另外的 就是前面有X 然後後面也有X平方 對 方形 或者說Kernel以後 然後你再 用另外的 函數去包它 或者說你把它放到 X-Ponential裡面 或者說兩個Kernel加起來 兩個Kernel成強 或者是 誒 這個是什麼 我不曉得 誒 Kernel Basic Function再放到Kernel裡面 對 或者是把 就是 X-NS-Plan 然後用一個 Metrics來把它成強 對 或者是 這也一樣 這邊的話是說 這個X-A 跟這個X-B 是不同set的 那個 就是Data Point 對 他的Data Point 就是 比如說你的Data 你的Data原本是有1萬個 然後前面6千個跟後面4千個 把它分成SA跟SD 或者是 6千個 然後再任取5千個 任取喔 你有可能會重複的 那也沒有關係 有重複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以請問一下 可以請問一下 那你再用6千個 再變FB 那你一定有重複嗎 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 可以請問一下 那像那個 KA跟KE 然後也是 可以用AIR 分別找到最好的 天愛值 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那個前面 KA跟KE 算是一個 參數 欸 好像不對 應該說 X如果是 Dimension 它維度只要是M的話 對啊 SSN的 譬如說 沒有 他們最後面 對 沒錯 那幾部分的維度 做A 維度應該都要一樣 對 對 你說XA跟XB 因為做Matches 一定要維度 要一樣 所以已經5千5千 那這樣5千5千 他們一定都要 對 因為他們Matches 都要一樣 不然加不起來 對 所以你可以想說 我的意思是說 SS 就是 現在有十維 我取 就是Data Point 沒有沒有 就是SA Data Point 有5千個 那SB一定要5千個 那這樣的維度 一定要一樣 因為這是對 每個Data Point 所以說 每個Data Point 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它是取 譬如說十維的S 然後我取三維 當作A 七維當作B 不行 這加起來是Data 應該是這樣吧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Data Point 是Data Point 有數目 對 是Data Point 可是 這樣定義一個 就是我這個點 跟另外一點的 的Kernel 到底是多少 我不知道 所以我這個點 實惠的點 某個點跟 另外一點 我怎麼想 我怎麼去改個點 兩個點 因為它這算改個點的 課本是寫 SASBR Variable 啊 不對 真的是那個 對 我看一下課本 Sorry 等我一下看一下 誒 是不是我理解錯 我一直 我原本只有看那個 那你怎麼算那個 兩個點的 Kernel 它是一個Scaler 你怎麼算 你這樣沒辦法算 你知道每個 每個 如果這樣的話 每個都是一樣的 數字 每個點的數字 什麼 什麼每個點都是 沒有 就是我現在 我們要怎麼算這個 這個Kernel方法 比如說我算 我給你Input Value 10倍的Better 跟另外一個點 10倍Better 我要怎麼去計算它 你不會把那所有的 Trend Data 一萬個點都把它進來算 沒有 就是把一萬點拿出來算 不是 我只算這兩個點 Kernel Kernel的Scalers 它是多少 它的距離 它的相似度 沒有Kernel的相似度 我怎麼算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SA跟SA 其實都是很大的Scaler 都是Scaler 裡面有很多點 但 課本的照片 是寫這樣子 關於這個的話 不要 就是說 你要怎麼算 任何兩點的 Kernel 可以留在 那用那個啊 就是你要用那個 Basic 就是那個 Radical Basics Function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有很多種 Basic Function來做嗎 那 很多都會用 Radical Basics Function 很多 對 你為什麼丟過去 不是整個意思 不是 Ka 怎麼算 等我一下 覺得它有距離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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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它是取 S的一定的維度 就算了 喔 這邊的話啊 它這個 對啦 這個 這邊SASB 也確實是 那個 你看他把 S 拆成 SA跟 SP S如果是十維的話 SA可能是三個 SP 75 對對對 所以這邊我講錯了 這邊不是 data set 這邊應該是那個 SASB 啊 Variable 所以它就是把維度 維度拆掉 對 把維度上兩部分 對對對 Sorry 這個不是 data set 它是維度 我搞錯這邊了 然後我可以寫提醒 然後我可以寫提醒 然後這邊的話是高選 kernel 然後它基本上就是 S 乘以 S 分 然後 exponential 反正就是高選 方選的方法 對 那就是你把 kernel value 你要把它證明它是 valid 所以你就把它 撐起來 撐起來把它分解出來的結果像這樣子 對 那真的的話其實就可以把它 用剛剛的 value kernel 的方圈 然後想辦法把它 把它弄成 原本第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是這樣子 第三個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k 的話就是 exponential 然後 S 也-expon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分 最好 總之它說可以當 kernel 然後另外一個是 sigma kernel 它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其實是那個嘛 hypobotic tangent 然後 AS transverse AS plan 然後加 B 對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是 它的 grand matrix 是 它不是正的 對 所以其實 我也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最少看得到 所以應該是不能用 我很少看到你要用這個 然後大部分就是上面的兩個 比較多 對 那我們 這個 k 的話其實 就 只有用 呃 上面的兩個而已 那基本上 以高軒 kernel為主 嗯 就高軒 kernel 但是做一些變化 對 好 呃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前面幾張 有提到那個 generating model PS 對 然後它的 你可以用 kernel 是用 你kernel也可以 把它變成 generating model 的ps ps 對 那是ok的 對 那這邊 就我們就直接用 就是 generating model 那 generating model 它其實 比如說 我有一個 i 它是latent variable 然後在generating model 然後它是不連續的 假設不連續 後面講到連續 其實也一樣 可以做 那不連續 這個i 就會有 它的分佈 就是它的pire 那pire 就是它的pi 對 那 這是不連續的 然後不連續 你就可以用 你的kernel也可以 是這種形式 就是generating model 的x 跟generating model 的xplan 然後再乘以它的pire pi 對 pi 這個i 就是不連續的 纏綠 所以就直接做signation 就好 或者是說 它只是把i 換成g 而已 然後它就是 連續的 然後就用 幾分把它記起來 就好了 對 所以這也是一種 kernel 對 對 然後它這邊講到說 就是假設說 我們那個generating model 它是sequence data 就是它可能是時間序列 或是類似的東西 那時間序列 或是language 就是文字的話 它可能是會有 就是 就是當作我們的data 那這樣也是s1到sl 然後它是連續的一個secence 然後它在generating model裡面 它用本的那個 就是latent vector 自己就可以寫成 對應到就是x1 就是對應到z1 而sl對應到z2 那它的kernel 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就這樣 欸 這邊其實有點太地體 對 就是 快速 無敵快膠帶 不懂也無所謂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 叫generating model 它是 一樣 它原本是 它的 呃 function 叫 conditional function 就是叫做px 然後given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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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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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eature score 然後 建立一個kernel 叫feature's kernel 然後就是g 乘以f-1 然後可以g 那f-1 就是它的那個g跟g的相乘 然後可以取期望值 對 那通常取期望值很難做的話 就是做sample 就是取很多sample 然後再把它做平均值就好 對 那沒有簡單的形式就是 你不要這個把這個去掉 然後直接GG 這樣子 然後這個以後都沒什麼用到 所以 也可以不需要領它 對 那就是後來回來看一下就是說 那一樣不要英俊填的那個課程 對 然後它這邊的話就是SBN 我們在做SBN的時候其實就是 呃 這是你的target嘛 然後你會有那個阿法蘭 麻煩的是它每一個這個就是它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Basis function Basis function的係數 然後乘以加B 這樣子 那 這個kernel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就是 Gaussian function來做 就是這邊 一個Gaussian 對 這樣子 然後這個Gaussian就是RadioBasis function 這是下一節才會講 對 對 那就是稍微先講一下就是 Kernel要怎麼放SBN裡面 對 那這個XN的話就是我們的Training Data 每一個Training Data 對 對 好 然後就是 欸 這邊其實就 6.3其實沒有用到那個 Grain Matrix 對 就 就 其實剛剛沒有 對 就是6.3沒有Grain Matrix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用到那個 每個Training Set把它變成 就是我們要去跟每個Training Set 的距離 這樣子 它沒有用就是 K乘K 它其實就只有 它這6.3其實 它就是 講Basis function而已 對 我們現在講Basis function 對 那我們其實Basis function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可以取 這個EU接 其實就是 某一個 我們要 取跟它 做距離的那個點 對 那這個 Basis function 就是說 我可以一個函數 然後它的Input 就是 我現在要測 比如說我現在 這個點 然後跟我 我現在要測這個點 跟我原本的那個 Data Point的點距離多少 對 然後就是 這個是絕對值 對 對 那Input的話 就是 S1到 SN 然後 Target Value的話 就是 T1到 TN 對 那我們就 假設說 我們的 最後面的那個 Solution 或者我們這個Model FS FS 其實就是 我們用 就是 Waking 然後 我們每一個 這是 其實這個的話 就是每一個Data Point 有一個距離 每一個Data Point 有一個距離 就是 全你Data Point 假設說 這個X的話 其實就是 Testing 這是Test 就是 測試點 然後這個U 接位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的Data Point 每一個Data Point 所以 其實這個 這個是什麼的話 就是說 我們的測試點 離我們的Data Point 對 這是它韓式的Input 對 然後 這邊 就是 WN 然後這個N 等於V到N 大N 這個大N 就是Data Point 就是 全你Data Point 對 所以它 這 Rending Basics Function 它的最重要的 它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中心點 就是我們的 全你Data Point 對 我忘了講 全你Data Point 因為 課本上是寫Data Point 但是 終點是全你Data Point 對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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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點 那個 有點數學 對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 這邊有點太數學了 其實大家如果不懂 其實可以 弄掉 那我還是稍微 瞄一下 它這邊的話 它是說 就是 假設說我們Input 也就是說 我們的 Trining Data Point 其實是會有 那個 Input 其實會有Noise 它的Noise 它的Noise 這個叫什麼 Casi 然後它 這個Casi 它其實有一個 就是 講說 它的Noise 其實有一個 Distribution 叫做 VCasi 那這個Casi 就是這個 V function 那個 Variable 對 所以說我們的Arrow 就是 我們最後面 在做 我們的 那個 就是 這個Y是我們的 model 那我們的model 剪掉我們的目標 然後它的平方 然後再對那個 這個 這是我們的Noise 然後再做 這個Noise 這個Noise的分布 然後再做幾分 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Arrow 最後面的Arrow 是多少 對 有點臭相 對 有點臭相 不好意思 對 就是我們考慮 我們的Input 有Noise的情況 就直接這樣想 然後我們的Arrow 會是多少 對 結果我們Input 就已經有Noise 對 然後我們放到我們的model裡面 對 那 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 一幕一個時候 叫做 假設說 一樣 就是 就是把這個 那個Arrow 拿去做規定 那 對這個 就是 Noise 這個Variable 可惜 然後做規定 然後等於0 然後就會知道說 我們大概會是怎麼樣 所以它會 就是 所以這個YSN就會等於這個東西 對 對 這個是SN嗎 為什麼 怪怪的 為什麼 還是我寫錯 欸 啊 果然 突然拚拚 怪怪的 這個其實不是SN 這是X 這是X 突然拚拚 那個PDF 怪怪的 因為課本上 這邊notation 有點怪怪的 它其實課本上寫的是 YX 不是YXN 沒有教導 上面那個英文寫對了 所以 就是 我直接看這個詩子 這其實沒有N 這是X 對 難怪我覺得 這個詩子 我覺得超怪 就是 如果看PDF的話 這個詩子 其實是沒有N的 所以就是說 你對每一個 TEST的INPUT TEST的INPUT TEST的INPUT是S 大S 就是這個S 不是SN 然後你 代入到你的Model裡面 它會是 每一個Basic Function 然後剪掉 每一個Data Point 然後把它代入Basic Function 然後乘以它的TN Target Function 對 對不對 就是Target Target Value 每一個Data Point 的Target Value 然後再加起來就對了 對 對 然後Basic Function 就會像這個樣子 對 對 那其實它就很好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它其實會跟 你在做測試的時候 你會跟 就是 Data Point 全力Data Point 每一個距離有關 對 然後Normalize的話 其實這邊下面 就是 這個東西要是E 這樣子 OK 就這樣 然後 這邊也可以直接 跳過 我覺得 什麼Pasic天使體圖 ModelData 其實不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 你實際上在做 那個Sample 的時候它會像這個樣子 對 那 後面 就像這個樣子 OK 其實也可以跳過 對 那直接看結果 好 OK 對 然後 然後 總之 最後面 直接看結果 我們 最後面的那個 requation function yx yx 它其實就會是一個 cernal function 它 cernal function 然後乘以它的tart點 這樣子 它cernal function 的形式就會是 呃 這裡有一個g function 然後這個g function 什麼f的 積分 然後出於g function 然後這個g function x-sn 對 對 對 那其實你就 不用看這個g function 是什麼 其實到時候 你在用的時候 用不會怪g function 是什麼 對 你就直接用 Kernal function 比如說我今天 是用高尋 Kernal 或是我用 EspotDench 就直接 你直接 這邊就是直接用 高尋或EspotDench 就好 你在實際上用的時候 你 G大概不會想 哦 這是什麼 對 不過它還是要弄完 因為 因為它等於是把那個 做一個 做一個 對 對 所以 我取一個 你會取一個 Kernal function 過去 好 這邊會有 下面會有 下面一個圖會用 對 呃 對 好 所以我們其實 最後面就是一個 Kernal function 然後再乘於 你的tile 對 對 但是你要弄不來死它 對 那弄不來死 就是這個方法 對 對 但是 所以後面有一個 這個東西 對 就出來了 對 那 其實我們這個 model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做 Kernal function 然後成一個tile 然後 Kernal function 是用那個 高選 來做 對 那 藍色的這個點 就是你的data point 對 然後你data point 其實input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error 就 紅色的是 就是理想的 我們是 欸 還是紅色的 我沒看到 我忘記 這超反的 啊 講錯了 綠色的是 講錯了 綠色的這個線 是我們理想的 就是 我們原本的 呃 就是我們是原本的Sine Sine Sine function 像這樣子 是綠色的 那藍色的點 就是我們的training data point 對 你就看到說 它其實X都有Noise 在裡面 對 它其實X都有Noise 對 然後 紅色的話 是我們做出來最理想的 就是 欸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 那個 呃 就是我們用高薰坤 做出來的東西 對 對 是這樣子 然後 藍色這個圈圈 就是說它的 呃 就是 1Sigma 就是1Sigma的contour 在這裡 1Sigma的contour 是這樣子 對 所以它的做法其實就是 你在做這個 test點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 我放到0.1 然後放到這邊 0.1這樣過去 然後它對每個點做計算 每個chaining點做計算 然後它得到的 紫是紅色的這個 這個 這個紫這樣子 對 然後就把它練起來 這樣子 然後shade 是什麼 然後它說shade 是那個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對 然後是2Sigma的那個region 對 但是我沒有算 所以我不知道 它怎麼算 它有時候就 好 是 欸 哪裡 我沒有寫 欸 我好像沒有寫 就是2Sigma 有一個 它的那個 呃 它的那個distribution 在那邊 如果大家要看課本的話 對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它的 2Sigma要重組 對 但是我這邊 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 直接用這東西就可以 你只要記得這個就好 真的 你只要記得這個就可以 對 而且其實 對 應該就可以了 對 對 而且我 後面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其實它根本沒有想到說 要這個normalize的地方 就沒有 完全沒有 那就直接放進來 對 你在做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也 碰不到normalize 對 就是其實我們中間這邊 全部都可以跳過 它只是跟你講說 要怎麼做 我們這是怎麼算過來的 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拔corino導入 但是你實際上用的時候 你其實只要這樣就可以了 對 然後這個是radio basis function 對 那radio basis function的話 其實 你就只有data point在這邊而已 對 確定data point在這邊 然後這是test 對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單純 比較小一點 它這邊就是一樣 我跟妳講這種事情 對 嗯 嗯 嗯 好 嗯 好 這邊講到高軒process 因為這邊最難的地方 對 其實我 之前 在另外一本那個handle book裡面 它有一個是metra live裡面 然後它有 它有提到高軒process 對 那今天等一下會用那個來做翻譯 那高軒process的話 它其實它最基本的就是說 它覺得 我們的target 跟我們的model output distribution 多應該是要高軒 這是它最基本的角色 那 對 那它是deviation的話 就會跟你的那個 兩個data point的那個 chaining data point的 output的那個 就是 coeration 有關係 它基本上假設就是這樣 就是 我的model的output 跟我的target 基本上都是高軒 去不去 然後他們的deviation 就是我們的model output 的deviation 會跟你的input的那個 input的那個 input 然後灌到basis function的以後 它的那個 它的coeration會有關係 對 非常抽象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好了 對 對 那 那 高軒 高軒 它基本上它不是 就是 它做出來它其實是一個那個 poveristic discriminative model 就是它其實不是 嗯 它其實有點像 naive models 對 它其實不會像 neural network的那樣 neural network 就是比較就是 嗯 它出來的那個 出來的target 不會是independent 它 它基本上都會假設說 它們也是高軒 低軒 對 對 然後 這邊 先review 第三章的那個linear regression 然後它再用basis function 這樣子做 那 這邊的話是就一樣嘛 就 我們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input 是x 一個是w 是它的waiting 那就是waiting 然後再train 它的basis function 那basis function有很多種 對 那就有m的basis function 那一樣就是給它training set 然後 它的prior 就是有一個 其實它這個waiting 它其實有一個distribution 叫pw 對 對 那這個pw的話 它會 它會關聯到 就是我們的 givens 就是given我們的input 然後output是target 對 for testing input vector x 對 就是有點懸 就是很抽象 就是 嗯 它基本上覺得大家都是高尋distribution 就對 所有人都說 所以連waiting也是 連waiting也是 waiting也是 waiting也是 對啊 因為它講那個basion 就是basion的話 那個 那個參數不再是固定的 它就在講 那一個distribution 對對對 然後先假設那個 distribution就是多選 那個參數有什麼 呃 應該說 它也是定值 但是就是說 它希望你在用的時候 他們的distribution 他們的分布 就會是高選舉分布 對 這樣的好處有什麼 跟我們傳統認為說 waiting只要加起來 等於1900 這樣 對啊 有什麼 它現在在加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 欸 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它跟我們 有什麼好處 跟我們傳統 我們傳統只有 後面那個是高旋 前面那個就是 這樣有什麼好處 它這樣子鬆軸的高旋 這樣 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達到 完全 某一種假設 然後它可以推下面的事情 哦 了解 那它下面的事情做了什麼 對啊 這個我現在跟你講 對 應該說這個是統計了兩個 基本不同思維的差別 一個是 就是說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統計推論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 未知的參數當作固定的 然後我們用資料去 去估計這個參數 所以它是一個點估計 點估計就算是一個數字 那 但是有一種叫做 背yes的做法 bation的做法 它就是說 既然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參數是什麼 我就把它 假設它是一個 random variable 所以它就有一個distribution 那我用data 再利用base理論 用這個data 去update這個posterior posterior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看到這個資料之後 這個參數 它最後的分布會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 那你這個 你等到這個分布之後 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說你就可以做 原來做 95%的信心區間 然後一些 就是評估它不確定性什麼 所以說這是 但是在 internet integration 它也是概念上是一樣的 通常在integration的話 我們都是用那個 最小平方的 去推估它的參數 可是它出來 只是一個點估計 可是現在 那 所以說是 在portion process裡面 它基本上 是把這個 這個 internet integration的參數 把它當作一個distribution 因為它是想要用 貝斯的方法來 推論 所以它一定要把 變成這個distribution 對 所以貝斯推論的觀念就是 任何東西都是一個 對 所以你位置的東西 都是一個 跟任何人都有切的出現 對 那如果是那個 base and neural network 的話其實這個觀念 還用了蠻多的 對 但是 就是一般的neural network 其實是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 大部分是多少 當然 米主來這幾年的時候 出此的話的時候 有稍微用一點 大部分的 好 謝謝 解釋 雖然 雖然我覺得它 這邊用這個 w是 高圈解釋 不然就是會 後面好推而已 對 那後面的話 它就是說 OK 那我們這樣input input是x 然後w是m dimension 對不對 就是 因為這邊bass一方形有m個 大m個 OK 那 這邊的話 就是說 我們w的distribution 應該會是 Gaussian Gaussian Distribution 然後它是跟 Alpha伏筆有關 那Alpha就是 我們的hyperplanet 在這邊 對 然後 它這邊就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好 我們先回到原本的設定 就是 training data point 就是x1到xn 有這個 然後 然後 它的那個 就是 它的那個 就是 function output 就是yx1 然後yxn 然後你可以把它直接 寫成yn 然後這邊就是 對 我剛剛錯亂的地方 因為y 通常都是寫y xn 然後我們的 某一個basis 的function 就會是 把它剪寫成 就是 比如說 dk一個basis function 然後 givenxn 所以只把選5mk 就好 這邊 然後 對 然後 這邊它就是 對 然後它這邊 有一個 就是 更機車的地方 就是 好 我現在打b又是高興趣的表情 我連y 都是 y就是我們的 output 然後我們iput 就是 也是高興趣的表情 對 它就直接這樣假設了 這個本來是很正常 因為 回選的y 都是 都是高興趣的回選 就是 你還說它的 它的標準 它的 Aerror turn 就是 Harmogeneous 對 固定的Virus 這是排基本的 回選的 對 但是 就是 對 因為我覺得 還是太要那麼順 對 基本上 好 y就是 高興趣的表情 那我們把 y的那個 平均值 就是我們 output的平均值 等於0 但實際上 你看到所有的data 不會是平均值 所以我覺得它只是好用而已 是實際上 它只是要推理理論而已 對啦 所以平均值是0 然後 Corelation 它的Y Correlation 就是乘以兩個y y圈的 然後它就變成 Coremetrics Coremetrics 就跑出來了 在那邊 然後 Coremetrics 就跑出來了 所以我剛剛 這一張最前面講的 就是再講一次 就是為這個用的 對 就是為這個用的 對 就是你算出來 Coremetrics以後 就可以直接算出它的解 就是可以 這個Model 就解完了 對 對 對 好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 Gaussian process的特例 對 然後 嗯 然後這邊其實可以自己看 欸 可能有set 不全印set 就很厲害 還有Gaussian input 對 然後這邊 其實我覺得自己看就好 對 其實沒什麼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那個 Linear Equation 然後它用 Gaussian process 做出來比較平滑 那如果用 一直放在Coremetrics 可以弄的話 就會比較 就是起伏比較大一點 那 好 就正式 進入到 Gaussian process 的回歸 那Gaussian process 大部分都是 回歸 去做的 那 呃 這邊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因為 Gaussian process 我答到最後面會講 翻例 Gaussian process 它其實對於 你沒有做重複週期的東西的話 的預測 其實是OK的 但你如果做 有重複 你已經看過 一遍Data 然後你再做的話 就是做預測的話 你做時間 契約的預測 那你如果 有以前Data的話 其實LSTM 對於重複週期的 做法會比較好 以前在Pathlet 你看過 所以現在未來 你也看過 Coremetrics 它其實就是 把所有的 output的做平均 就是 它只是把它做 它就是認為 所有的output 都是高限點心 Musion 就對了 所以它其實 不太能發覺裡面的構造 對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 Quadient Price 就是 比較少用於預測 的 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它沒有辦法 想到以前的構造 對 反正SDM 比較好做 那我們 就是直接這樣 想起來了 還是看一下它怎麼做 那它一開始的假設 就是說我們 Target Variable 就是有Arrow 有Noise 那它原本的Target 就會是 我們的Model output 只是 這個是 某一個點 Meggo Data Point 然後它會是 一個理想Model 或者說你 夠理想的Model 或者說你 逼近理想的Model 然後再加上一個 Noise 那這個Noise 基本上 它 這邊的想法 就是說 OK 那如果我有這個 理想Model 的那個Output 然後跟你的Target 它其實就會 這個Gaussian 流線 那這個Gaussian 流線就是 這個Beta 這個Variable 其實就是影響到你的 呃 這個叫什麼 Sign 對 Sign Beta 不是叫Eta 不是叫Eta 就是 王 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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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就會影響到這個Aption 對 所以這個Beta 是它的Aption 的Variable 對 呃 所以我們的Target Data Point 有一個Target 是像這樣 然後我們Arrow output 是像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我們的 考慮到我們的Output 有一個Noise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寫成 像這樣子 對 它是一個Gaussian Distribution 對 嗯 請問一下 你剛才那個 Normal Distribution 就上面那個 你的那個解釋 那個 一般 上面那個 對 這個嘛 就是 Free Condition 是這樣的 然後會推到Target 然後Free Condition 它那個 YN跟Beta Beta 負一 你剛才說Beta負一是 Beta負一 其實就是 你這邊 這個有Noise嗎 對 那這個Noise 它的那個 它的 它的一個 參數 或者說它的那個 你也把它寫成 就是Beta 對 它其實就是Corelation 對 你是說可以寫Beta 可以寫Beta負一 我就知道 為什麼要寫Beta負一 為什麼 它寫Beta負一 OK 它這邊其實很多東西就是為了好看 對 OK 對 然後 好 你這樣子就是 OK 那我 這邊就假設這樣就結束了 對 它又開始白了 它所有東西都開始白 好 那我現在為一個夠理想的Model 然後Put 應該也是高圈裏裏裏 他從頭到尾都是白 所以其實有時候看都覺得很好笑 欸 可是我是覺得 它這種觀念就是 變成Model 然後又Corel 又 學校好像也蠻不錯 它可能可以結束了 它是不是可以喊在 它就是自圓起說 它可以喊在說的 因為 你只要是連續的變熟 那 通常說假設 Gaution 才會有解析解嘛 不然你就 不然就推不下去了 對 你就不會出這公司出來 這假設所有東西就是 高選舉行 比如選你 你活得比較開心一點 我好像一直在吐槽他 那這個假設也 你就看 就看你的問題是不是 合近視高視假設 再apprise這個方法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這方式也不是 所以你就 所以要再做這個錢 還要先做一些 就是說你 這個假設是 因為所有的公司 他一定有個假設 那你要就操控這個公司的結果 當然你的問題要符合這個假設 所以你的data夾要有符合這種的特徵 因為一般我們在說 Linear Equipuration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會稍微檢查一下 這個Y到底有沒有近似於Normal 如果Normal差太遠 可能就不能適用Linear Equipuration 所以其實這種Gaussian process 其實是比較不簡單的麻洞 對,它的假設太多了 那它就會假設說我的output 就是我的model output 它其實就會是高選舉的dribution 然後它的mins 0 我覺得還OK 然後它的variance就會是grammatrix grammatrix就是k 那可以一樣就是 它的elemen就是y跟ym 這樣子 很簡單 假設啦 在這邊 那這邊的話 它又 對 然後它這邊說 OK,那我的那個 其實我只是想講 就是它的那個target distribution以後 它target distribution 就可以把它直接寫 這個是很直觀的式子嘛 就是target distribution 就會是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然後乘你那個prior 然後再做幾分 這個式子OK嗎 對不對 這個式子就是前面這邊還OK 對 就是 這是condition的 然後再乘你你的prior 然後再乘你你的variable 所以對你的variable做幾分 對 然後它假設說 它這邊在假設一件事情 我的前面這個target 這個是我的model的distribution model出來的output 的distribution 是一個高線的distribution 那現在假設說 我現在 因為它有一個noise 對應這個man有一個noise 對應它的model output 有一個noise 所以它在這邊假設說 它也是一個distribution 它現在也是一個高線distribution 然後它 它就假設說 OK 那我就把這個高線distribution 它假設說 它因為它原本的model output是0 然後它的noise是高線distribution 所以它output的 它講錯的話 它最後target也會是一個高線distribution 但是 它命應該也是0吧 OK吧 應該是0 然後 它在那邊的variable是 它給它一個新的代號叫做C 對 它就給它一個新的C 那我們現在其實就是要找C跟原本 C要怎麼找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那C的話 它其實就說 它其實就很偷偷地把那個chick放進來 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kernel 然後再加上β-1 對 那這β-1 就是前面這個β-1 就是它noise的那個代曉 它會放進來 那noise的variable 放進來 對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是delta function 那這個delta function 反正是說 它對角線的抽都才會那個是1 然後其他兩個都是0 它就偷偷把它放進來 就是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用抽的 對 那 我覺得這本書有時候 東車西車的反應 就是說 OK 那這個kernel function 我們可以用 councernel with a question 就是這邊是councernel 這前面這一項 然後他就說 我再加一個二次項 再加一個 這樣子 他說這個最常用 這樣子 然後這張圖啊 這張圖把它放大一點 然後 這是kernel trick 算是trick 對對對 然後這邊就是kernel trick 就是c 就把kernel把它換掉 就變成另外一個形式 因為本來這個c 其實只是一個coberance matrix 對 那 它把那個 線性的coberance matrix 把它換掉一個 換成一個配色性 對 它就是很奸詐 就是 它就是很奸詐 它就是說 喔我們有這個 打了新的c 那我們這個c的c 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就把它刻頭放進去就對了 對 然後它可以原本的 就把一個刻頭放進去 你在使用的時候 就把它刻頭放進去 然後再加上一個beta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完美的對應到 前面 前一頁講的y的那個noise 這個地方 對 理想的model 實際上 把noise放進來 對 所以這個beta 其實就是你的noise像 對 然後這一張圖的話 它其實就代表說 藍色是你的完美的model 然後紅色這個點 就是你的完美的model 然後put 但是你實際上 只有看到這個data point 就是tm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些 就是noise在這邊 對 這個圖是這樣講的 好 還有一張 終於要做model了 那這個model的話 就是我們會有 chain data point 那就是這個t 然後還有我們的input x 那我們test的就是t加1跟n加1 tn加1跟xn加1 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notation 它就是 如果它是初體的這種tn加1的話 就是再把test的tile放進來 對 然後我們的model 其實會跟什麼 就是neural network那些model 或者是sbn那種model不一樣 我們是用distribution來做的 就是我們 given tn 然後sn 然後sn加1 然後我們要得到tn加1的distribution 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分布的 所以你可以做就是它的contour 就是做什麼1是1個碼的contour 或2是1個碼的contour 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在做 你可以說 這個我預測的值 比如說 你的預測值跟你的實際上data值 然後差多少 然後比如說我預測值是50 這個contours 然後它的contours 然後透過一個coloured 有包到我的 比如說1,σ,2,σ 有包到我的實際上dataBI 你會說這是1,σ,純確 肯定就是2,σ 然後會用單純確 TO SERIOina 所以其實是可以作 отнош 所以你其實 我們最後的model 它其實是一個DAS 對 它是其實一個digit 다 它不是跟neural network一樣 它是一個 convincing 不是,它是一個 distribution,它是一個函數 對 然後 它這邊一樣假設就開始說 OK,那就是 喔,我們剛剛提到了嘛 就是上一頁有提到 就是上一頁有提到 喔,那個 真的假的錯 這個被盖住 就是我們那個 target distribution 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只要單純看我們的 output 那個test 那我們test的 output 比如選 就應該也是這樣 就是c的n加1 然後t的n加1 這樣子 對 這樣子 OK,就單純退過來 就完完門的退過來 從上頁這邊 然後到下頁這樣 應該是OK的 所以它是預測就是說 我的目標的分布 應該跟我原本的那個 就是 我的目標的分布 然後跟我所有其他目標 就是training 我的test 那個dat test 它的那個 最後的值 應該跟我原本的值 加起來以後 他們應該是 Gaussian distribution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training tab 跟test的point 然後他們的target 都是加起來以後 他們會形成一個 Gaussian distribution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把這個cn加1 把它拆開來 它拆開來的話 就是cn 然後kk這樣 kk的話 其實就是底下這個 就是它 這個k 出體的k vector 就會是kernel的函數 每個element就是kernel函數 就是xn 然後就是 加上 這個是某一個data coin 然後這個是我的test coin 對 然後c的話 也是kernel 然後 taste point兩個 乘起來 然後再加上 β-1 對 就這樣子 然後就做完了 對 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 我們的解 解就是這一個 對不對 對 這邊我沒有推啦 然後就是ch2.3 第二章的時候有講說 如果我們有那個 就是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是這樣 p give sb 然後找 xn xn 的話 它的min value 跟它的那個 covariance 會是像這樣子做的 對 那 sigma-ab就是 correlation sigma-b-b就是 correlation b-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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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它是說 model 這樣子 我們預測的話 就會有一個min value 跟我們的standard 底別 圓 像這樣子 然後我不太喜歡它的 表示 這樣很像 xn加1的min 但其實它是tn加1的min 才對 所以 我不太喜歡這種寫法 就 我繼續吐槽這本課 對 對 它其實應該是說 givensn加1 然後tn加1 的min 才對 所以 我覺得它這種寫法很容易讓你誤到 對 反正 這樣做出來的話 就會是 就是說 你預測值就會是這個min 你可以把min value 當作你的預測值 對 然後就會是k的transverse 然後c的-1 然後t 對 然後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的話 就會是 小c-k的transverse cn inverse 然後k 對 所以最後面答案就是這個 對 那你就可以很自然就可以畫出contour 就是你的預測值跟你的contour 好 這邊的話 先講 先講左邊好 左邊的話 它是說 它是一個那個 t1 是 橫走是t1 然後重走是t2 t1 t1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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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bution的contour 就是t1 t1 t2 distribution的contour 對 然後你如果t1 是給這個藍色的這個值的話 你就可以畫出 它對應在那些t 就是它t2的distribution 像這樣子 對 它的min的話 就會是 就在這邊 對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min 當作預測值 對 t2 應該是這個min 這樣子 然後它1sgma 的話 呃 沒有耶 沒有1 它沒有直接寫 假設說是這樣 然後t2sgma 是這樣 對 對 像這樣子 OK 所以它會有1sgma 綠線跟t2sgma 綠線 嗯 然後 右邊的話 就是 實際上我們做的圖 那 綠色的線的話 就是 一樣我們都是用那個sign 那綠色的線就是sign 對 然後你會有那個 就是 都會有error 就是會有error 在這邊 就是 一樣 藍色圈圈是你的 那個 Data Point 然後你的Data Point 有Noise 所以你看 都有Noise 這邊 它沒有關係 都在綠線上 然後 你做出來的 用Gaussian Platel做出來的 min 只是紅色的這條線 對 所以你會看到 min 因為它是只有看data 所以它 min 還蠻符合data 就 不太error 然後這個shade 就是它的那個 它這個 distribution 算出來的 plus minus 2sgma 的 region 這樣子 所以它做出來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說 我實際上 假設我今天有新的 Test Point 現在Test Point 假設說在 0.8 好了 然後 我 預測出來 在這邊 是 0.5 0.6 0.7 好 實際上 如果你用Data Point 實際上 就Test Data Point 在0.3 然後你就說 我在兩個sigma以內 對 我在預測 在兩個sigma以內 對 對 我覺得這個 是 嗯 這樣是有好處的 對 嗯 那沒有sigma的地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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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變好大 對 它就變很大很大 對 好 然後這邊 其實都 就是 就是 有一點 就是限制要做 就是我們 最後面其實不是用 Quite Matrix 我們是用這個C 大C 那這個大C 它其實 它是要 那個 呃 這邊你講 它是要 positive 那 它也沒有要 positive 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 這邊有 kernel 那這個 kernel 它也沒有一定是 semi-positive 就是一定帶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一個 beta 那beta一定是大於 就是正的 所以它就會大於 所以 共共加起來 就是會 其實就是會大於 欸 真的我其實看到最後面 其實beta還是沒有用 還是用beta-1 滿醜的 最後面還是沒有翻過來 為什麼它用beta beta-1 我真的不懂 對 然後它 就是 這邊有另外一個寫法 這邊就是 支援摸進 對 然後它就是說 我這是testpoint的那個mean testpoint的mean 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 改寫成 就是an 然後 kernel的sn sn加1 那這個an的話 就是它的m ts component cn-nt 對 那這邊就是 就是 大家 認取 對 然後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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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懂 beta都可以知道 我怎麼做 但 剛剛複習一下 就是ct-1 ct-1 ct-1 其實就是我們的 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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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怎麼修它 一開始它會固定 然後你會做 最佳化嗎 那你做最佳化的時候 就可以想辦法去把它做好一點 對 那這邊最佳化的話 就是你可以用 MAXIMA LIFE VALUE 然後去做 然後一樣 取LOG 然後這邊會有CN CN 然後這邊就是對 每個CN 對你的CIDA 然後去做我一份 就要把它帶入 然後DALY 就好了 當然這樣做 好像很容易 就是你 你這邊就是要再做一次 那個Gradian Descent 對 就是把它編密碼 然後再起符號 再把它編密碼 這樣子 對 就是你要再做Gradian Descent 這次 在這邊 對 就是你把Optimized Hyperparameter 說你要再做一次Gradian Descent 那有三個叫做三次 四個叫做四次 好多 對 然後這邊 就是 算降微的東西吧 你可以去做那個 假設說這邊 你可能我用這個方法來做 假設說你有兩維好了 那這邊的 XI跟SI Plan 這個I的意思就是說 X1跟X2 就是兩維 就是Dimension的 不是Data Point 就是Dimension的 那這邊的 你就用每個Dimension 都用不一樣的Scale去做 那你就可以看說 如果X1是1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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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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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X2 X1 刷完以後再optimize,刷完以後再optimize 那這邊有一個想法 我這樣optimize,一條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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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意思是說,第三個S3 第三個Dimension其實不重要 第二個Dimension有點重要,第一個Dimension最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架回來,類似架回來的東西而已 就還好 最後講分類 分類的話就有點麻煩,就 output 的時候再加一個SIMO 就好了 SIMO Function 就是 output 的時候放SIMO 原本的 Function 也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notation 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 output 你這個 Gaussian Process 的 output 把它寫成 AAS 它把那個就是 原本是我們寫成 Y 那 Y 的話就是 它做一個區分,就是寫成 AS 然後再把它丟到 就是 Sigma 裡面 然後就得到最後面的 Y 這樣子 所以它只是把 就是 把這個中間過程把它寫出來 對,那因為原本是這樣子嘛 那你進過 Sigma 以後就像這樣子 就OK 嗎? 因為這比較大 就變 E 然後這比較小 就直接把它變成 0 這樣子 就 Interma 是 0 跟 E 之間 然後你一樣就是 你 Given A 就是 它這邊的話就是 喔,這個我可以了解 這就是 Sigma 嘛 那 Sigma 就是 Given A 然後你的 Output 是什麼 就一樣 Sigma 做出來就好了 OK 這 Dishin Buzzi 就像這樣子 對 然後旅規選的話就一樣差不多 然後旅規選的話就一樣差不多 然後這邊的話 講錯了分類的話 旅規選是這樣 回歸是這樣 分類的話就是 原本是 Y 馬上變 M 就這樣而已 然後一樣做出來 然後這邊不用 Beta 用 V 就覺得這很愛亂換 Rotation 對,那這邊的話 就比較有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那一樣 這其實都一模一樣啊 其實就是 對,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 Given N 然後這個是對 An 加 1 去做那個 這個反正直接過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也還好 對,所以這邊就結束了 然後後面最後一章啦 就是最後一節 那個是那個什麼 Lavash Applesmation 那邊我就沒有講 然後它也是用這個來做分類 對,然後我覺得 分類講太多了 好像滿無聊的 對,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使用啦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再講進去 然後最後面還有那個 Connection to Neural Networks 可是我覺得 我實在看不出來 而且它就隨便講一講而已啊 所以我也不想講 在這邊 好,那我就到這邊 然後有一個範例 我就直接養範例好了 就我們都已經講 保全局局讀選 然後就講範例 什麼就這樣 咦?要怎麼樣把他們弄錯銷 就是標圈 要切到就 要切過來 要把它抓過來 然後翻 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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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有個範例 然後它其實是在那個 拍商DataScience Handbook裡面的 第四 零四零三 然後它是放在AeroBar裡面 然後我直接拿過來用 我覺得這樣就怪 對 對 然後 但它裡面的函數有變喔 因為你可以去參照 CityLen裡面的 它原本是 Gaussian Process 而已 它現在變Gaussian Process Regressor 然後裡面的參數也變了 所以 那我Code是直接 Code那邊 所以它其實是用舊版的 PsychicLen 那你如果是 我現在用Code 那個CodeLab 那如果是新版的PsychicLen的話 它可能 你就要變 對 它已經變成Gaussian Process 規則 對 那就一樣來用 可以嗎 好 可以 然後今天的話 就是 我們是用 一個Data 它Data 它的Data是 XXX它的3 對 然後我們就 那個 Trading Data Point 就是XXX1 1.33 5 6 6.58 11.59.3 對 然後我把它設的距離 是把它設到0到15 然後就看一下他 就是怎麼預測 但我覺得不太好,這邊是一些範例,可能我測的也不太好 所以它出來也有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但我想講一點就是,我覺得這邊因為你是看X跟Sine 所以其實這裡有一點規則性可言 但是在這種Gaussian process的時候,它不是這樣想 它可能在未測預料有未來的時候,它不會像LSGN那樣子 找到構造,然後它就會去重現構造 可是我覺得Gaussian process,它在預測未來的序列裡面 沒有那種LSGN那種優勢 它找不到構造,然後直接畫出來給你看 就差不多像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應該有這種構造 所以它這邊,你也看不到有這種 就是Sine XX你Sine是什麼東西 也沒有,它就是彎曲出來 也有一點啦,然後最後面好像就是 我所有人都是高圈 Distribution 所以我來的Target都會是高圈 Distribution 對,就是在這邊,這邊最保險啊 然後圖示幹嘛越來越大越來越大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它在預測的時間序列上面 你如果是沒有看過以前的構造 然後你覺得說OK,我要可能預測 比較近一點的話是OK 可是你如果要預測 你有看過以前的構造好不好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好用 IID本來就不能 就本來就要跟時間Dependent 對 本來就不能,就要獨立於時間之外 因為它其實就是 因為它會把自己的Dependent 拿出來做Webting Y一直做Webting 所以它距離一趟越遠 它的Webting越來越小 所以說你到後面越遠的地方 它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 所以它就不想去 對 越來越獨立了 所以不確定越來越大 對啊,所以時間序列也不要用 又會有構造的吧 那你本來時間就不是一個輸入 不能把它當做一個Dependent 嗯,了解 就是我看有些人會用那個Gaussian classes 在做去年 就是已經變成前年 2020年的時候 新冠片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 確診數多少 然後就開始 那邊可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少了 放出新冠換新冠 可是今年幾乎就沒有了 因為數據太多 大家都知道構造怎樣 對 就是我的想法 如果說人家跟時間有關係 你就算法上 就要用更時間 你如果IID的話 這個是OK 對 像客戶越小 客戶越來越小 所以 跟時間有分色 它是跟距離有分色 然後一點距離有分色 所以今天客戶模特兒 到這邊 有用的可能是下禮拜 在下一次上 好 好 那麼其他問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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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